一百零八年總統杯健身健美 錦標賽於端午連假 在台北市立大學登場 來自全台各地的猛男 以及女力士齊聚一堂 不只要比誰的肌肉練得更萌 更好看 還要一同角逐亞洲杯健美錦標賽的 國手資格 原先是從空手到運動開始 對 然後有在做肌力訓練 當沒有比賽的時候 就想說持續維持一定的肌力 對 然後就一直練下去 當初其實單純很喜歡運動 然後無意中接觸了健美運動 比起以往 免疫力更好了 然後每年可以有理由 可以買新的衣服 因為此處越來越大 不只在臺灣閉門造機的這項鍊 你要多給選手到國外去參加比賽 然後給他跟國際交流 而且比賽現場不是只有小鮮肉而已 男子之身健美組的中年大叔們 有猛程度可是完全不輸給年輕人 像是去年曾在亞洲杯 幫中華隊拿下一面銅牌的吳金龍 已經健身超過二十年 光從外表完全看不出來 他其實已經年過半百了 從八十年吧 比到現在 因為必須要脫水 然後飲食控制 做優養 重選還要工作上班 是很辛苦的 因為健身的話 他可以增加肌肉量 然後可以穩定關節 保護骨骼 平常一般人沒有單向運動 他來做這個其實可以紓壓 然後也可以健康 減少痠痛這樣子 重量訓練的好處這麼多 難怪國內的健身風氣越來越盛行 也讓今年總統輩的報名人數再創新高 不知道我們剛剛完成 李小龍計畫的邵瑞峰主播 明年有沒有興趣來報名參加呢 外體新聞採訪報導